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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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望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由我许笙,另外还有我们新西兰喻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他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昨天一定是晚上时间 纳了一宗新闻的时候 我一眼看起来 我以为自己是看错了 为什么呢 竟然说有一个13岁的儿子 说他在一个商场 东涌东汇城的商场里 据说跟父亲有点吵架 竟然说父亲的头 被黑散打倒 于是者就昏迷了 儿子就被捕 因为通常来说 你的逻辑上 或者对于社会的认知方面 应该是倒转的 即是父亲打儿子 对 没错 因为在我们中国人传统思想来说 哪有可能的 儿子打老豆天打雷劈 大家 昨天香港的网友 刚刚这个礼拜日 大家都知道 横峰横雨 而且也有红雨 还有真是落到 哇 落狗屎那种 有没有走来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大家不妨报料说一下 昨天有没有走来 这个不孝智竟然在商场里这样动过阿宝 那我们想一想 他只有十三岁而已 十三岁可能他又高大又大力了 会不会这样呢 这个有可能的 虽然他只有十三岁 再加上 手上有一把傘 还要吐到父亲暈了 看来那个力度也挺大 那我们怎样去看到那个力度呢 我们看看图片就知道了 哇 你看看 傘都烂了 对了 你看看那支傘是怎样的 夸张 最重点是反骨啦 这个反骨仔 哇 真可憐 都碎成这样 即是弹弓都飞出来了 你看 哇 我想他是狂吐的 对他爸爸相当重手 刚才台湾说了一个点 就是这个年轻十三岁 可能生得高大威猛 我们想一想 他父母一岁的话 如果保养得好 应该也算是可以的 如果保养得不好的话 就像陈朗星那些 只有四十出头 就已经整个百虎一样的 这一回事 就算过八点也好 就算我父母一样是很健碩 很强壮的 但是有时候得如其来的攻击 一个不在意 是很容易受伤 所以一样就是不知道他们打得如何 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打得很激烈 打得遮碎都破坏了 我想是狂吐那种 看来就是 你还要瞄着父母的头 因为我们看到 要害的地方 有些报道也说 就说的 当时的儿子应该在我商场里 拿着一把傘 我想可能天气不好 下雨了 然后就进到商场 其实商场有一些 胶套可以让你抱着一把傘 我不知道他的儿子 是环保还是懒 没有去抱着一把傘 怀疑他就因为暖暖揮舞 他手上的乳餐 然后伯父就讹了他几句 可能说 喂 臭小子 挖到我了 或者说 儿子 你不要这样挖了 两个的语气 不知道是哪种 不过挑动了 儿子的神经 这个语气也不太好 我相信 多数也是 为什么呢 两个所以就口角 如果父亲比较温和 儿子可能只是他 出声而已 不知道 你在商场大庭讲众 落着父亲面 还是父亲也不忍你 儿子的情绪相当激动 你这个青春期就冲动到这样 变成了一起举散 一天就斗头砍了 那伯父 你说什么一起举散 只有儿子举散 父亲没有举散 这个一起举散是有意思的 一起的起 是起又似你呀 不断吐下去 听得一起举散的歌 听得多了 所以刚巧手上有把傘 所以就不断吐了 会不会这样 我们看到那把就公平一点 有些人就说是不是黑暴 13岁 黑暴发生的时候 2019年他13岁 应该是9岁 8岁 10岁 除非他爸想当年带他去示威 200万人带游行的 原来他的儿子有份 这样就学坏了 如果带他去 有什么学坏 一边走着一边举散 把爸爸一下子抽下去 一举散 哇 如是者 弃一一一一 谁知道 最痛不是头 最痛是心痛 心痛 为什么呀 大哥 你只有13岁 就算你神高神大 我们逐一说一句 毛毛都没出生 当然没了 13岁而已 刚刚青春期 猴屈也不知道凸出来没了 可能声没变 没有 话话声 你骂我 你骂我 骂我干什么 哎呀 怎么说呢 会不会是 儿子这样的话 脾气这么暴躁 究竟是否学了那个爸爸 是不是那个爸爸教得不好 这些就是你自己继续 你看到儿子 你很少可 那些小孩子13岁 会这么火爆的 对不对 可能家里人也是火爆开 都说不了 可能爸爸也是很火爆 在家里就经常打儿子 那儿子大着大着 有气有力了 就开始懂得还手 而且 是很狠手的 你看他 都烂成这样 好像要生命一样 哇 这个爸爸好像有仇 跟他有没有搞错 对呀 养得你这么大 不过 那个爸爸 嗯 没有好好管教的小孩子 这方面可能是否纵容得他多呢 可能他发脾气 又不理他 又有得他发 或者他吵你 跟他一起斗嘴 还是怎样的 这样的话 家里人的责任 都算是相当大的了 我也同意 其实呢 导致这样的情况 我刚才所说的 要是 老爸就一向都很暴躁 儿子又学了一样 要是 老爸就很重 儿子 儿子要什么呢 老爸的有求必应 好像黄大仙一样 要吃日本菜 立即带你去吃日本菜 要买游戏机 立即买游戏机 好了 就刚好在 这次行商场的时候 就有一些说话上 顶撞一下 就继续出现这些 这么不愉快的事情 也有机会的 太好的爸爸又不行 太恶的爸爸又不行的 是会这样的 家教的问题 是吗 是呀 这样去移动 爸爸也有的 这个 中瓜得瓜 中斗得斗的道理 相当显现 我们再说多一点 事后商场 都围封了 相关的位置 我想要做一些 守正的行动 所以大家看到我画面 就拔了那条带 即是那些 索带 什么鬼 商场的 拦住带 总之 什么都好 附近你看到碎片等等 再加上 地下也留下了少量爸爸的茄汁 幸好爸爸送到医院救治后 都很快回复清醒 原来 头部都很 拆穿了 有个伤口 那把傘吐出来 大概2cm左右的伤口 右手还是左手 似乎是左手 手肘也双了 这件事 很值得 用来教育弟 或者用来给家长 觉醒一下 自己 对于小朋友的管教 没错 有没有太重 还是太严厉呢 两种极端 都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 有时是没错的 小朋友 小朋友打 老爸 是 坏的了 问题他也是13岁 我相信 如果有适当的辅导 都还可以 教得好的 因为年纪更小 如果 那么小的年纪 一直学到 坏了 去到成年的时候 那就真是可怕了 幸好今次在商场里 就不是在球场 为什么呢 如果在球场那些 被林坤那些看到 就很厉害了 林坤 你这个英俊 有前途 跟我 跟我 不要跟大佬B 跟我林坤 一定看着你的 13岁 这么勇猛 老爸都打到这么 好弱 有前途 哇 你什么林坤 东聪 留不住你的 林坤 浩南那些退休了 迟些等你上 好不好 跟着我林坤 在掌生里面 迟些 可能是在掌生里面 林坤 哇 这个年轻 多大啊 好像很年轻的样子 13岁了 坤哥 别看笑他 很猛的 老爸都打成这样 迟些会移动我们 哇 阿坤 收起你的名字在身边 小心点 他说什么 现在在我找吃 迟些都会 哈哈 你想想 带着这些 小孩 怕什么 他只拿着婴儿 他只拿着婴儿 都已经够了 因为 都不用拿到 通常那些江湖 去到野总会 进房的时候 就会有保镖 那些就拍拍拍拍拍拍拍全身看看有沒有藏起什麼 那可能只看到這個年輕人 哇這個年輕人搭傘進來 怎麼了? 什麼事? 下雨了 現在踏一點點雨都害怕 不是吧? 你這麼瘋了? 你吃什麼? 下雨踏到鴨頭 那又不好看了 一會吵起來 不需要 只是這個年輕人 已經不斷狂吐 吐那些對家 可能那些什麼東西 炮台山話事人那些 這樣就砌下去 哇 正不正啊? 這個年輕人有前途 很瘋得很棒 很棒 很棒 什麼銅鑼灣抓招牌人那些 這些絕對可以 這些絕對可以 所以一定要好好教好他 這次他爸爸熬了這幾下 我想就是有機會 再讓那個小孩看到自己的東西 被紅了 即是覺醒了自己 嘩不行啊 上網有很多人罵我 是啊 會不會有很多同學分享他這宗新聞呢? 應該會的 嘩好厲害啊 所以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如果這個年輕人能夠改得好 就不是跟年輕人做結晶了 是的 我也希望他改得好 可以的 可以做十大結晶的 絕對可以的 十三歲而已 還小 只要願意 現在闖大了 願意改過自新 那就可以了 究竟他願不願意改過自新 還是跟年輕人呢? 我們拭目以待 希望他做一個好人 好嗎? 對啦 沒錯啦 還有得救的 有得救 13歲而已 沒有出齊之前 救回他 好嗎? 好吧 那些什麼救救孩子的 快點出來吧 他們都去哪裡了 不知道去哪裡了 發大陸 經常說要救孩子 發大陸 哎呀 那些香港的很多孩子 要救救 他這麼壞 來到這裡 大家不明白誰就算了 反正最美了 多謝 拜拜 拜拜 拜拜